大陸维权律师陈光诚首度来到台湾 他在立法院发表了公开演说 吸引超过300万民众到场聆听 那么刚好是立法院发生了一些 朝野立委推辑冲突 这时候陈光诚他说 宁愿在立法院里面推辑 也不要开坦克到大街上乱闯 这获得了全场的掌声 不过也有人不给面子 当场跟他呛瞎 让气氛很尴尬 规格比照走星光红毯 大陸维权律师陈光诚首度来台 就选择在台湾民意最高殿堂 立法院开讲 批判大陆独裁正当他滔滔不绝时 立委一场朝野攻防脱续混战 陈光诚是这样解读 宁可在司法院里有推赏 也不要让坦克开到大街和广场上去乱闯 台下热烈掌声 但等等有人踢管 你不敢公开谴责的话 那么你就是美国群养的稻草人 你只是终究是一个汉奸 这一点我是对你不错 敏感话题气氛顿时变得好尴尬 陈光诚见招猜招 强调侵犯公民权利 就要堂堂正正指责 阐述维权之路 陈光诚也在民众的口角中 感受台湾民主带来的震撼教育 东西新闻留情 王哲南在台北报道